大家好我是王师傅 你们猜一下我现在在哪 跟大家讲个笑话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马上要去做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 我刚想到的笑话好笑吗 前天以来是实现我一直以来的夙愿 我非常的希望把我这个破头剪了 众所周知王师傅以前头发长了 他把它全部剪掉 但是今天我们约了一个最近大热的理发师 来给王师傅做一个造型 看看他能不能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他的气质 来都来了 那我们顺便肯定要试一下重庆的好吃的 玩一下重庆的好玩的 逛一下重庆的好逛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早起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期视频没有毛毛 他来重庆之前变掏底发影 来这里既不能吃东西又要受折腾 所以干脆就让他在家没出来 因为今天这期节目毛毛没来 我就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我的高中同学还有我的室友 好 走嘞 就没了吗 我们今天就先逛逛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它是那种外界里面入口即化 你表演一个入口即化 这个东西能入口即化的 它是外面的壳很脆 里面那个很软很嫩 这个是山寨 山寨什么 你怎么知道 万一人家些粗的 折耳根是什么 折耳根是什么 你一会儿会吃到的 你可以拿一个小碗给他舀一点点折耳根吗 我想让他吃一下看看他怎么反应 第一次吃折耳根的 好奇怪的味道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爆浆豆腐 这个也太好吃了 它里面的豆腐非常的软 而且是能吃到那种爆浆的感觉的 外面有点像是那种不臭的臭豆腐 有一点表皮的感觉 但它里面真的嫩到极致 我还真想吃看一下这个鬼包子是怎么说 看到好几家了 不知道他们哪家才是正宗的 这个东西叫松蒸包子 所以它拿出来以后 外面就会有蒸笼里面的松蒸 我们点了一种酱肉的 看上去还挺诱人的 但吃起来就感觉挺普通的 就是个花头 那种干酥比较好吃的包子 但是平均无几 我操这么大 感觉25关键买的骨头可以 粉丝们的肉也太少了 这个排骨已经上了骨毛骨头了 这个不是排骨 这个是脊椎 它根本就没肉啊 这个也太跟铁了 哎 这个锅好屌啊 还有重庆色色啊 但是我们买回上海吃了 这个锅好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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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辣椒 这早上你来这一碗 你吃得下去吗 他吃到嘴里不是那种扑面而来的辣味 而是那种辣椒的香味 它绝对是香的 它不是辣的 对的 没那么可怕 确实今天吃了很多小吃 还吃了重庆小面 我对于重庆的菜的第一印象 从之前的很辣 变成了香正的第一只走在这一天 所以你看这晚上是这么红 然后这么多辣椒的东西 我还是能吃完 今天我们因为到重庆 已经下午5点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正在解放碑的 融合了各地特色的小吃街上 吃了很多东西 今天这里主要吃 我感觉是面向全国各地的游客的嘛 最后来了一家 据说是央食推荐的重庆小面 吃了一家小面啊 不知道在目前没有重庆人 觉得我们今天吃的怎么样 是不是被宰了啊 那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去找山城小丽群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刀流的楼下 众所周知 有一个理发店有很多的师傅 每个师傅都是会口渴的 你好 这个你一个人吗 我一个人 我们给你准备了礼物 哦 我们每次去餐厅都一定会点可乐 啊啊啊 然后你 我喜欢 然后我喜欢 我给你一个台阶 给你一个台阶上 这个礼物是不是很别致 很多UP 就很拿不出手 就是送鸡啊送鸭啊 哈哈哈 你这个啊 OK OK 我很喜欢 好谢谢 我整个过程啊 整个场啊 说出你的想法 我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我以前都是每过四个月 就把头发全系过 一点都不睡觉 那是光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 哈哈哈哈 你结婚了吗 我离婚了 离婚了 不好意思 这个能闻吗 能闻能闻 哦 不好意思 我只是看了一两个视频了解了一下您 所以你是不在乎形象的这种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爸妈看到我长成这样了 没让我操心的了 我这样光头已经轮回了大概十次左右了 那你今天来不会要找我踢光头 那肯定不可能 来都来了 肯定看看有没有什么除了光头之外的发型比较适合我的 我们只满足适合文不考虑帅 好吧 我这样说会挨骂吗 不会不会 大家会觉得你说的很好 确实有点难度 你爱杂省杂省 都无所谓 嗯嗯嗯 但是你起码要告诉我一点方向 往哪个方向帅 往年轻的方向 爱对你往年轻的方向 简铃 对阳光一点不要这么邋遢 就是清爽一点 嗯 我不敢打包票啊 哈哈哈哈 感觉挑战很大啊 不不不 呃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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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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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因为你的颜值不确定性 然后五是因为我的技术的不确定 稳定性 五五开 颜色什么的 太谦虚了吧 颜色什么的你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 我以前染过绿头发 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都行 我想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我以为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小姐姐 就会和你一起来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是你 前妻 前妻啊 嗯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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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哦哦 那我们捡一个让前妻回星转移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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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有点夸张啊 但是 嗯嗯嗯嗯 感觉我会被骂 你就会被骂 对啊 对啊 好 我们换一个 不要骂他也不要骂我 那我们就做一个 就好看这两个字 你也不要太期待 好 反正比现在的基础 我们清爽 好 那我们开始 我可以这样 你作为女性发型师 来参考一下 她这个剪什么发型好一点 剪短一点 剪短一点 太长了 男孩子你喜欢这一款吗 嗯嗯嗯嗯 你说呀 你喜不喜欢 你真 我问他喜不喜欢你这款 他为什么不说坏 感觉这期节目 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不不不 我是真 男孩子我觉得才华比 我一直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不不不是安慰自己 我是真这样觉得的 我感觉到你的才华 嗯 我也感觉到了 这也是上天 他不会这么偏心 又让你有才华 又让你长大 你帅 很帅 你在说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就如果不是他说这句话 我觉得还挺有说服力的 我真觉得 哈哈哈哈 那你能看出我的采访啊 我能看出来啊 就就看得出来 就是 我真的不叫帅哥 我们正常的我平常的那些客人才是真的帅 对对对 就是反而 来来很多UP主感觉都没有我店里的客人 正常的客人帅 我不是深圆鼻 我们店里确实很多帅哥 但大家UP主也很帅 特别我很喜欢拿了爱国上 他人特别特别好 像你这种udi 我们靠剪头发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你到目前为止 最失败的作品 你失败要看素材 我们按素材的这种转变 不存在失败这一论 只存在 对吧 对对对 我感觉对理发师还是 越来越多这种认知的这种偏见 所以我是希望来给理发师证明的 我还有看到很多评论说 像你这种 你完全不打理头发对吧 很多人说一天体验卡 第二天洗了头 什么都没有了 拜托 我是理发师 就跟你是化妆师一样 你把我画了一个美美的妆 对 我不卸 我顶着它管一辈子 不可能对不对 是的 我卸了妆你不会说 你这个妆卸了就没了 你这个发型洗了头就没了 是什么逻辑吗对吧 很多人有种错误的认知 我只要路上看到 很少看到帅哥 有看到一个绝对是打理过头发的 就跟你女孩在化妆 你化一个小时化妆 才能美美大 我头发两分钟我就能够弄帅 可以帅一天 所以没有睡醒就很帅的发型 你要接受做好这种准备 你懂我意思吗 你回去可能还是 我没有 保持你的才华 继续展示你的才华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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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大家也看到我的新造型了 大家觉得我们今天的第一天旅程 可能算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我个人感觉还可以 因为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下一期节目也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会去吃一些 重庆本地人吃的 比如说火锅啊 比如说辣的菜啊 比如说当地的特色小吃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 记得点赞投币转发收藏 然后下一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 radish 稍微奇怪的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里面看到我们下期视频 对我的消息 我们下期视频 更新的 不新的 黑客人 我去 recycle